国座家庭日 各一官政府立正在民众国庄 基本无爱无家协力华东 无动信仰团经情 管理王张良和来自各县定期的请住 做回来包越南春卷 看起全家人的感情 王张良 鼓励大家 只用一点时间 跟小朋友做回环球 用寻命和爱心 建立温暖关怀安全的家庭 该官政府欢迎国座家庭日 日前特别邀请搜索百位秦资参加家庭华东 国座全家共赫共禄 李管理王张良 立委担任闻与民众第一 管理王张良表示 现在人生贵无缘 为了工作 常常減少家家庭和小朋友到顶的时间 他国座人够花一点时间和小朋友做回 和他们讲话 你现在三四三平很发达 少年人都会做商品站在手机里面 十年 二十年后 把小朋友做回商品拼出来 表的是特别珍贵的会议 全世界把五月份书号定为国际家庭日 这样的家庭日 实际上可以透过很多亲子 大家来共同宣扬整个家庭的价值 大家知道现在工业社会 很多人要过去传统农业社会的家庭生活 大家一起夏天 一起劳动 一起吃饭 然后一起娱乐 我想这样的一个一起越来越少 那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家长可以多利用礼拜六 礼拜天 在小孩子小的时候 带小朋友多去逛逛 多出去走一走 你在台会中除了办法 持校家庭海报设计 跟持校家庭数位摄影中行以外 也希望亲自家庭会有工作 却助家庭了解主流的发展诉求 付出无适应的行为 建立正向的亲自关系 也希望亲自家庭可以做会运动 参与合适 快乐行动 让家庭更加美兰 这一集就会见 彩虹报道